最近不少台北市的民众可能有接到消防局通知 住家大楼消防安全检查 没申报或是限期内不改善 将依消防法规处最高五万元的罚款 而且还可以继续累罚 这份公文通知让很多的住户措手不及 原来这是去年钱贵大火之后 北市府要求彻底执行 六楼以上建物的住户 每年都要申报消防检查 但其实有不少老旧的公寓 根本就没有管委会 消防局强调落实法规是基于安全考量 希望住户可以派出代表来协助完成申报 否则将依大楼区分所有权人进行开罚 消防水袋就好 消防水袋它是要用私民 住户打开老旧消防栓 二三十年的老旧公寓 消防设备已经不堪使用 最近要赶快大规模态换掉 不光是为了安全还因为收到了这份公文 下面呢 不少台北市民最近都接到消防局通知 六楼以上的大楼消防安全检查还没申报 是在期限内不改善就要开罚 我们这一栋楼好像滑下的 很多都是没有管理员自主任 刚才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出这个钱 他就说你这样的办 你人家这样就能做 去年前贵KTV大火后 台北市府就严格要求 必须落实消防法规 六楼以上的建物需要每年向消防局申报 消防设备检查 在期限内没有申报 最高可处五万元的罚还 检查项目除了灭火器的干粉 是否潮湿结块 消防栓运作是否正常 这些都要由专业的消防技术师来执行 再向消防局申报 但其实不少老旧公寓或大楼 根本没有管委会 每个住户对消防安全的认知又不同 如何补强设备 大家没有共识相当为难 总是有一些他们自己联络收费的 或是一些内部自己组织的运作方式 那通常我们问题依靠比较多的 他们就会有一些 就是自己推派代表 北市消防局强调是依据全国法规 基于安全考量彻底执行 希望住户自行协调派出代表 来协助完成申报 否则将一大楼区分所有权人进行开罚 检查申报必须委托民间消防公司的专业技师 但素质参差不齐 如何把关彻底落实法规 民众认为是否也应该要有完整配套 记者王震杨文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